时间来到9月23日,晚间8点,2018年国产电影《恰房争夺》还在继续,这个中秋节可以够票。 光看的国产电影并不多,有炒情怀的黄金兄弟,有言情片《悲伤逆流成河》,有叫好不叫做的江湖儿女,还有我们今晚要说的《反贪风暴3》,《反贪风暴3》是《反贪风暴》,激烈的第三部,由TVB老大到张志玲古天乐主演。 讲述古天乐出演的陆志玲和张志玲出演的刘宝强分别侦查贪污案和洗钱案,随着两人调查的不断渗入,他们发现事情并不简单,原来看似无关的两个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往后古天乐饰演的陆志玲遭人陷害,搜寻真相的张志玲,也已经身陷危机之中,我们知道嘎片早在9月14日首映,截止9月23日,《反贪风暴3》已经在内地上映了10天,面对《多部中秋》当上映的国产电影,《反贪风暴3》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他们可以成功扛住这一栏芯片的冲击呢?答案是肯定的。 截止9月23日,晚上8点25分,本日票房排在前5名的电影依次是《黄金兄弟》,《悲伤你流程》和《反贪风暴3》,《叠中叠3》,以及口碑颇高的《江湖儿女》,我们可以看到上映10天的《反贪风暴3》依旧在今天,收获了超过2300万的票房,总票房也已经达到3.65亿,目前这部《反贪风暴3》已经破了《反贪风暴3》, 《风暴3》系列的小房,看到《反贪风暴3》票房突破记录,今天中午股片乐特意发文感谢观众,他在预计破记录中写道,《反贪风暴3》在内地上映,很高兴电影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而且还打破了前两集的记录,首日电影票房更是达到7000多万元, 成为这个系列首日最佳记录,谢谢所有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看到股片乐特意发文感谢观众,有网友评论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都在内地盖一百所希望小学了,我们也只能尽这点年博之力了,还有网友直言支持股仔,期待股仔和刘德华合作的新电影,到时候还会去看,值得一集的是在电影《反贪风暴3》宣传期间, 股片乐在内地出自建造的第一百所希望小学刚好竣工,面对记者提问,股片乐只说了四个字不谈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当代大侠。